我請我請上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前腳剛走進會場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後腳馬上離開 兩人出席同場活動 碰到面只有簡單握手沒多聊 即便主辦單位不斷大喊 主席留步 但朱立倫仍沒有多作同流 通通離場 畢竟同場的王金平 才傳出被黨內的繁豬勢力力拱 出面喬黨魁 你若算我請兵就幾十年 七月中王金平在高雄陸主老家 洗開十六桌 宴請台中市長盧秀燕更公開支持 他選黨主席 據了解現在有多名地方派系 以及本土要教私下拜會王金平 希望他出面整合黨內反豬亂局 並預計這週在台北舉辦大型活動 邀請藍營中南部地方人士參加 外界解讀是反豬聯盟大集結 沒有這回事吧 哪裡有誰來討教我 國民黨現在不論立法院的黨團 縣市長或地方議會都非常的團結 在製造任何的黨內的紛擾 或是每個禮拜做文章 這些都不是黨內之福 朱立倫強調黨內很團結 不過有藍營躍腳透露 黨內不滿朱立倫 就是因為在2022年 縣市首長大選時 提名沒有尊重地方意見 形式風格太過獨斷 他是屬於這種前綱獨斷 那這種做法其實大家已經很有意見了 我們在基層走齁 蠻多人都在講一句話 朱立倫不倒 國民黨不會好 黨目前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嗎 我不了解 我沒有辦法評論 被問到朱立倫 有沒有讓國民黨走在正確道路 王金平耸耸肩膀搖搖頭 答案耐人尋味 距離黨務主席選舉還有一年 國民黨內弥漫山羽欲來氛圍 在內新聞靈寶和王爺的S教授台北報導